晚安 欢迎收看今天台式晚节新闻 我是林一如 国内在今天新增了两名新冠肺炎的确诊个案 但是感染源不明 这两名个案是同一个国际航空公司的货金机师 4月14号一起飞往美国 16号返台 而在居家检疫期间呢 是陆续出现了喉咙阳等症状 检疫期满 裁剪确诊 外界担心会不会是本土感染 不过指挥中心目前定调并不是本土个案 但是两个人是在境外还是在飞机上传染 又是谁传给谁都还需要一道理清 我国国际航空机组员居家检疫规定才放宽不到一周 没想到现在却传出有机组员确诊新冠肺炎 案1078和1079为我国同意国际航空的货金机师 4月14号同班级赴美 16号返台 在居家检疫期间先后出现喉咙痒等症状 19号检疫期满裁剪后阳性确诊 但感染源仍有待理清 外界更担心会不会是本土感染 有可能两个都是在境外感染的 但是航空器有没有人被感染 这是另外一个也不归本土 他就是在飞机上 两名机师的感染来源究竟为何 指挥中心正在疫调抽丝剥剪 因为除了感染源要离清之外 先发病的案1079CT值却比后发病的案1078还要低 这也不寻常 两名机师间谁传给谁也要照出答案 1078他的第二次裁剪的PCR的CT值 如果他出来有发现他的是往下降 那就有可能是1079传给1078 CT值的高跟低可不可以用来判断发病前后 我看起来应该是没有办法 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 免疫风暴也不是每个人会产生 所以可能还是要靠有效的抗体的追踪 虽然两名机师没有进入社区 但还是让国内防疫绷紧神经 而这次能快速揪出两位确诊者 则是机组员检疫新制意外建功 因为就职规定机组员在五天居家检疫期间 仍能派飞 新制的三天居检得关好关满 第三天裁剪 才让两位机师提早被验了出来 否则难保在派飞期间 不会扩大群聚感染 解证不到